一心一意演一番儿女情长 两派两绝唱两进名世风流 大型诗运乐剧乌一像 以一种新颖别致的舞台呈现 和充满人文诗运的戏剧结构 静静地将王辉之与王献之兄弟二人的故事 展现在广大戏曲观众面前广受好评 一个属于南京的故事 也许能让现代的年轻人一看 会想起南京是个六朝古都 无数耳熟能详的典故 谢道玉申之王献之 他的为人和想法 重重挑战 重现未尽风流 当中有很多典故 就是如果细细到来的话 还蛮娓娓动作的 未尽风流 大型诗运乐剧 乌一像 细影百驾正在播出 那今天呢 我们非常的开心邀请到了 乌一像的几位主演 来跟我们聊一聊 乌一像这部剧台前幕后的那些小故事 那首先呢 让我们欢迎李小旭和冯月两位 欢迎 可真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也知道 两位是在这个 我们这个乌一像的这部剧里面 也是担任主演啊 我想知道 这第一次我是听说 有这么介绍一个乐剧的 叫做原创诗运乐剧 是吧 以前没有会这么去形容一个乐剧 这一次为什么会有给他加了这样的一个前缀 首先呢 我听编剧罗舟 他当时这个剧本的灵感来自于我们的诗说心语 这本书 然后呢 还有就是南京的六朝文化 当然大家都知道南京的六朝文化 当时有很多 出现了很多文化士族 它当中出现了很多典故 编剧呢 很巧妙地把它画在了人物上身上 或者是嫁接到了剧中的折子戏当中 所以呢 有很多典故 所以我们把它成为诗运乐剧 其实乌一向顾名思义 他就是说了很多关于旧精灵的一些 名门望族的一些故事 那在这个之前有没有演过 像类似这样子题材的乐剧 我还是没有接触过 所以这个还是第一次 冯月呢 对 也没有 那所以说这一次是 你们知不知道编剧是什么样的一个想法 我们想来说一说南京的这些名门望族的这些故事 首先编剧罗洲呢 两句曹玉讲 然后大家都知道 他最厉害的就是六朝文化 他非常的在行 那编剧罗洲当时就说 应该从六朝里面挖一则故事 而把很多典故画在里面 也许能让现在的年轻人一看 会想起南京是个六朝古都 他六朝古都当中 超过注重他文化的这些故事 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样的戏 如何将传统与现代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是近年来南京市乐剧团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而大型诗运乐剧《无一项》 便是他们为此进行的一次大胆探索 透过《无一项》内 王氏兄弟的为人处事 真情真帅 一笑亏大 让观众体会未尽风流的独特魅力 讲述属于南京的最独特的故事 我也很好奇 这个它既然叫做诗运乐剧 那它应该是跟以往传统的乐剧 在形式上或者是编排上 戏剧结构上应该都是有一些区别的序版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说都有哪些区别 首先呢 它比如说以前我们都会叙事的让观众觉得看了这个下面该发生什么了 然后这个呢如果说我们在上面演的话也许观众会说 这个典故我们知道 它说的是那个小故事 它可能会联想起它所平常接触的一些文化信息 比如说第一场里面就有弹副东床 很有意思 当年王羲之在被习家择续的时候 所有人都说 哎呦我们要做做好 正经未做的 要等那个岳父来选我们 未来岳父选我们 只有王羲之一个人躺卧东床 躺着大肚子也可能是天太热了 也好 王导就让习间说你去东相房选吧 然后就一看看到那个王羲之老爷是躺在那个床上的 他就说那我就要他了 然后呢就是编剧很巧妙地把它画在了我们第一场当中 王辉之的身上 那么我想如果我是个观众的话 我一听啊这个典故我知道 还有那个每一场都有 要细时到了的话有很多 中间值得一提的也是雪叶仿息 仿息呢很著名是雪叶仿黛儿画过来的 把他嫁接过这个戏来的 本来的故事是王辉之雪叶里面去访他的一位好朋友 戴安道 之后呢他沉船去了 终于走了一个晚上 到了他到门口 他想想不去了 我不进去了 那他的家人就问他为什么不去啊 他说我诚信而来啊 我信尽而归 那也是很有意思的这一则典故 我们这边把它画到访戏当中来呢 就观众也会想到那个雪叶仿黛的故事 当然在现实当中呢 确实也是雪叶仿黛 因为我们演习道帽的女主角 她叫戴力军嘛 所以我觉得冥冥之中 这也是一种巧合 所以就刚好让他演了这个角色 对对 当中有很多典故 就是如果细细道来的话 还蛮微微动听的 这也是一种巧合 沟通人的十字幕 在这的解释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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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这一副 在这一副 呢 杀赛的解释当中 那对 心肺腾 挑眉鸭 满满八岁的温暖 好久八年的泪 满满八岁的温暖 耳熟能详的故事和引人入胜的表演 让无一向输获无数好评 这其中大量基本功的运用与展示 更是让观众大呼过瘾 聚光灯前的那一刻精彩绽放的背后 却是演员们无数的汗水和磨难 其实我也有之前有看过大家的一些评价 说这无一向的这部剧里面 有一个评价让我印象特别深刻 叫做唱作念打翻歌舞展艺运 说这个戏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基本功的展示 而且还是挺有难度的对吧 所以在这一点上两位演员表现起来 或者是前期排练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 有啊 就比如说 感觉有很多故事要说的 对 像冯月她演的谢道运 她是一个士族大家 其实呢 其实谢道运这角色她的戏份并不是特别多 那么在整个全剧中她最主要的场次是第二场 那么她出现以后呢 呃 谢道运她先是就是以化为影嘛 留下了那个麦山翁的扇子 看似是呃 谢道运想要那个王献之化扇 其实是为了反应就是 谢道运深知这个呃 王献之她的为人和想法 所以她才留下了这个魁扇 那么也是为了表达就是谢道运的气度 然后同时也表达这个王献之不畏强权的一个气度 所以她在这个第二场主要表达的是这个 最可爱的就是 因为当时你想想看魁扇是长什么样的 我们练的时候一直是用弓扇或者纸扇 像谢道运这样一位有才华的女子 如果她拿法魁扇的话 我们都觉得很奇怪 但是我们要尊重历史尊重剧本嘛 然后导演就说你们试着用魁扇把它舞起来 那就是唱作念打算 对 然后她就用那个魁扇编了很多动作 然后跟我说很多造型对吧 对就是我跟她就是我的一段唱唱里面 跟她其实都是有互动的 所以很多的动作是你自己想的是吧 而且很多是因为王献之当时跟她对手的是王献之嘛 王献之当时是右腿比较残躯了嘛 所以王献之反而动的不能多 她要舞起来就是要围着我整个人转 所以那就是后来是不是在这个创作动作的这个过程当中 也是费了不少功夫 对 费了不少功夫 其实小旭第二场一开始她其实不是用这个棍子上场的 她其实是她之前其实我们的导演已经帮她编排好了 是用水秀 其实当时小旭下功夫已经下得非常足了 但是后来因为又经过就是我们主老师 还有她那个石老师 然后就觉得她既然腿伤了 在舞水秀这动作太利索了 可能就不太太符合 这王献之这个腿瘸的形象 后来就把这个这一段动作就给pass掉了 然后又请导演来 其实导演就来了一天 就给小旭排了一天 然后就用成个拐杖 然后小旭就在这一天当中 然后把这水秀动作pass掉 然后改成了拐杖 然后来就是后半段来表达她就是那个王献之 知道了那个皇帝下的命令 她不能违抗 就是那种心理反复的那种感觉 那当然也嫁接到我们 我们两个人的配戏也从水秀改成了拐杆 然后我们也重新的编排 也是用了一天时间 所以最后呈现的结果呢 你们是满意的吗 还是非常不错的 对 非常不错的 只能说我们的人物没有把人物脱离掉 既然是舞起来了 但是也不失两位大家的风范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先请大家欣赏巫衣巷的精彩选段 对 非常不错的 对 非常不错的 无数的山满荫药 从八分的山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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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 一眼潇潇 去风吹 去风秋雨 娇娇花 喜独小说 喜悦的方位 我会 去风秋雨 娇娇花 大雨 春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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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冠 独自藏地独三家 彼顾目一些往 靠角秋情半心涼 相依相悔了 央向光游泊 央回渡姑娘大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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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包放音 一冰箱跑打为撞 二少女生 无事故三不死 你亲生我掌心 便接过亲死吧 亲死 无非 亲死 呀 这股亲死 这么独亮即我 其朗差异是那是什么亲死 分明是一股 嗓是一股 嗓是 每戏唱 上季 自唱 无初恋 初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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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心中不尽 别笑 也具武经历 这位心中不尽 这位心中不尽 不 虞 被侦 太无 亲 无年 不 指 挂子 无 自 杂不利 又 自 吾 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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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不通 究竟 更好 比 近日后 何时无 华 付国 付国 变成亚 他 他们 此行 可 那 手 冷 雇 无 马 汪 三 总 游 后 去 奉 素 仅 不 手 终 终 阶 臣 千 亚 二 好 胜 胜 脏 红 愁 好酸酸酸 好酸酸酸 好酸酸酸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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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嫂点心 寒心震 一五角地 去干天 寺寺乖荡 集团里 愿满公主 江山去 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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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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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来人信公子借望运婚 不 我不去 我这伤残胜去 取不 不 公子 公主舍 买到你上了特价 便是上特价费 他也费你不价 公主你 你 你不要 好观众朋友们今天的吸引百家节目就到这里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吸引百家 获取更多节目的一手资讯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感谢南京市乐剧博物馆提供的场地支持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依像台前幕后的故事 面对一个全新题材 演员们又是如何克服重重挑战 塑造最独特人物的呢 本期节目 南京市乐剧团优秀青年演员张琪 戴力军作客戏影百家栏目 为我们讲述 那首先呢也请两位老师和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南京市乐剧团的花旦演员张琪 欢迎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南京市乐剧团花旦演员戴力军 欢迎两位 两位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 之前是带着这个八女头江这部剧来跟我们观众见面的 这次又是 但是吴依像这部剧来跟我们见面了 首先能不能请两位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也说一下 是在这个吴依像这个剧里面分别饰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我在吴依像这个剧当中饰演的是心安公主 心安公主 演一个公主 我在吴依像中饰演的是西道貌 那跟我们讲一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角色是当初是导演给你们定下来的 还是有没有就是觉得是自己特别适合这个角色 说我想去演这个角色 因为导演在我们团以前排过丁香 他还是对我们比较有一些了解的 这些都是导演定下的 这一次两位演的角色跟之前以往唱的是有不同吗 还是跟以往的风格还是一样的 这次演的是心安公主 就是一个小公主 她还是比较娇气的那种 然后像《八女头江》的话 就是这两个剧 最大的就是一个是现代戏 一个是古装戏 然后就是现代戏的话生活化一些 古装戏的话城市化多一点 而且这人物性格也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现代戏的话 就像我们演的《八女头江》啊 丁香啊这些人物 冷云和白丁香 他都是比较有信仰的 是在那个就是抗战期间的一些故事 就是比较有爱国主义精神 比较刚毅的那种人物 然后心安公主的话 她是就是可能范围小一些 她是为了自己的爱情执着 就是说她喜欢那个王献之 她就不顾一切的 奋不顾身的要去扑向她 就是可能一开始看到这个故事吧 就会觉得 哎呀 心安公主怎么这么讨厌呢 就是活活的把人家拆散了 对吧 但是其实也不是 就是我演了这个角色以后啊 我觉得心安公主 她其实还是一个蛮可爱的人 就是我们当中有好多剧情 都是非常虐心的 而心安她知道 她可能对我的话 就是一些责任 就是我跟她结了婚 她为了家庭或者什么 跟我在一起 然后就是说 她的心可能还是是在那个习道帽身上 但是我不管 我是不顾一切的 只要我喜欢你就可以了 我觉得她还是比较符合 现代女性的这种观念的 就是不顾一切的 反正我喜欢就行 说不定我可以打动她 就是这样 然后现代戏的那个 就是革命烈士的角色 就是说光辉形象比较要重一些 无论是表演风格 还是年龄跨度 全新的角色 对于每一个年轻的演员来说 都充满了挑战 方琳二八的灵动少女 却又要有属于大家闺秀那一份端庄 如何在动作设计上 兼顾二者 成为了横运在他们面前的一个难题 直到一件披风的出现 让这样一个难题迎刃而解 我们这部戏里面有很多很多基本功的展示 是吧 我想知道这两位的这个两个角色 在基本功的展示方面的量大吗 我们还好吧 就是我有一个就是 我们两个都有那个一个披风 因为我们还是比较文静的小女子嘛 就是不适合那种长水秀啊什么太多 然后就导演给我们加了一个披风 就是带动一下那个情绪 走路有风 说的就是你 对 风秧的女子 所以就还好在基本功的这个身段的方面 就是还好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 那你们两位觉得在饰演这两个角色的时候 最大的难度是 因为就是说 我们这个戏的话 它还是一个比较有内容的戏 演员的话 演一些比如说 瞎子啊 笼子啊 或者是神经病啊 这种发了疯的 就是外化因素比较多的 他就比较好演 我反正歇斯底里啊 或者怎么样啊 就是可以有各种瞎子 我就这样看不见 就是像我们这种角色 然后他内心又信息量比较大的 然后就是内心戏比较难演 就是像我跟小旭那个开箱 他就很虐 就是说到不点穿 就是说有很多 他其实他可能喻言又止 他要跟我讲 我对你 算了不说了 然后那我肯定表情 或者说我的语言上面 要有一些回复 让观众知道 哦 他说了那个 我知道了 但是我也假装不知道 就是说这个比较难一点 内心戏比较多 大陆 无语性 谁不松脑耳边 我对你 算他思念 你 恰之路 思念 你 你 怕 天天意 大虎相 咱们无数位赞与幸福 中大而别 参与恋力度过心中 无数位赞公主已在 为赎福着他们才是共同无情 千万无数 一切子没了你 我心万不了你 死不不了你 那您呢 我的话我觉得 就是两个因为我戏道帽 她前半场是小姑娘嘛 十六七岁的 然后后半场就是十六年后了 就是她就是要从一个 十六七岁 那个就非常活泼的这么一个 从小演到大跨度比较大 然后就是她那个比较活泼的性格 然后就一下子要很短的时间内 因为她一场戏也就两个小时的样子 然后就第一场演完 马上要进入到下一下半场戏 就是化妆都有皱纹了 对化妆之间都有皱纹了 中年 对 然后就是在她的性格上面 所以一下子年龄就上去 年龄就跨度比较大 十六年后她就是一个 历经沧桑 然后又是一个比较沉稳大气的 这么一个下唐素 下唐素 一下到更年期了 对 对 那前那个年代的下唐素 蛮可怜的 对 就是说被人家看不起了 对 因为公主逼婚嘛 那王献之的话 她个人她肯定是比较喜欢西刀帽 因为他们从小在一起感情也比较深 而且已经是相处了 反正也好多年了 对 然后就是说如果我是皇家的压力 我这样压下去 她如果不休了她的话 她可能不是对她个人 她个人她都已经自残了 对吧 她可以为了她不要命 或者对身体有残害什么 她都可以 但是如果整个家庭因为她 这样一段婚姻而毁掉的话 她就觉得于心不忍 她还是一个责任性比较重的人 所以说这个压力压下去没办法 她也体谅她 就是说那行吧 就是你把我休了 我也没有怨言 就这样子他们就合理了 等于就修掉了西刀帽 那在林荫之前演这个西刀帽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第一时间 我想去用什么样的方式 去诠释这个角色 第一场的话 她是十六 我刚刚也说了 就是十六七岁的小姑娘 比较又比较活泼的这种 然后在她的眼神啊 然后动作啊 形体啊 然后表演上 包括唱强念白 就是会像小花旦一样 就要灵动一些 节奏会快一点 然后包括她的台步啊 圆场啊这些 相比后半场的话 就是会稍微轻快一些 这样子 我也想知道就是这个新安公主这个角色啊 包括之前对照之前您塑造过的那些角色 你觉得是不是每一次我塑造一个角色 其实都是跟以往是有挑战有出过 差距都还蛮大 对 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可能学的传统系比较多一点嘛 那就是小姐公子后花园这种故事 然后就是比较正常的一般家庭里面的大家闺秀啊 或者小家闭玉啊 然后这次是我第一次演皇家的 就是说公主 就是要 对 就是说可能大家闺秀 我就稍微收着一点啊 这样做做动作 然后小家闭玉我俏皮一点啊 然后这个公主的话 你不光是要收着 你还得有那个架子要抬起来 细致要拿出来 而且那个服装老师也很用心 做的那些服装都是很辉煌的那种 那我们做 很华丽啊 对 做演员的话 就要把那个你的造型啊 和服装啊 充分的利用起来 对吧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袖子 你要怎么样啊 那种 就是不像传统系 我抖个水袖 我撩个袖子 挡个脸什么的 就是他这种 就是 就是气势磅礴的那些动作 就马上自己要发挥 要去 对 在这个上面去下功夫了 我怎么样的 体现 就通过我的一些动作体现 这个人物的性格和特征 而且我们单位的一些老师也非常的好 就是对我们也很关心 给我们很多帮助 在就是一些表演上面 也给我们提出很多宝贵的意见 我们在道华部见面聊 都 小龙跟官从家的 看哪去 死 儿 去用药卫雪 上 所以 死 小弟 放在香菇去了 警戒无了 哭要好好看 喜喜 家 导貓表妹 慶祝 慶祝 不悄悄不懂 憑祖夢 媽媽 憂祥 慶祝 慶祝 我 憶祥 慶祝 慶祝 我 滿名風 寂寞 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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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貓表妹 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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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貓表妹 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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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 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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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 不知 有點網家 taraf子 都送在香Now 生 生 廿 兄 developers 善死 8年 不接 今晚夜起 小生千年美生才小死瓜 則小生心耀神光 這一三創本 遇到她是我人 是我人 是哪個 哎呀呀呀呀呀 正是九五丈主 大貌表妹 上次娛樂 娶氣 真的也有 現在不見四個散去 小生朝時末拍 把揚欲捏拿回 噴他願意刺青春 一種香夢悲光河 死去了 心窮喚悲 世景 Então 一念之間 獨生的 我 想念被 青春花 啊 啊 父母 父母 小生辈 一儿子 一儿子 海马蜜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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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快 还 从 梦 但 得 苦 一苦 棒 的 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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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冠奋夫人口证策诗 冠去口证 孝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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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屁不是介紹別日馬 你這張風騷馬騙子曰 文神不問馬 好妹妹 你不要問馬 只怪文神咧 只怪文神咧 好好好 文神 文神 請問我啦 並生以後自尿 好姐姐 無奈切地鎮養住大廠 大女兒莫露天安 輸座於是 富郎至今 寬必其郎至乎 師兄不故事雕容小子 無知自如 缺彩於是 不至於是 大毛表妹 你哭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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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